上回说到 左柱爆发骤印 击退了阴忍三人组 战斗结束后 大家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站在树上的宁寺 看着左柱心想 这就是与之波一族的实力吗 果然很强 左柱看着自己的手 也被刚才的自己震惊到了 一时间还没缓过来 而一边躺着的名人 此时却做起了春梦 站在他身边的鹿丸说道 哎呀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干脆敲醒他吧 丁寺一听表示 这活我愿意干 然后拿着棍子就把名人给敲醒了 景也也给小鹰打理了下他的头发 一直和小鹰是情敌的 他表示小鹰太卑鄙了 竟然趁机抱索住 小鹰嘿嘿一笑 懂不懂啊你 这叫先下手为强 话说出田他们 用陷阱抓住了三个余人后 从他们手里拿到的 正好是他们需要的地之书 集齐卷轴后 他们就前往了中心塔 路上出田还在担心名人 希望他一定不要有事 突然牙的狗子吃完 好像闻到了什么 警惕的叫了一声 牙就示意出田他们停下 让初田用白眼朝他指的方向看看 初田瞪起白眼 看到了一个背着葫芦的人 这个人就是来自杀人群的 嘎啦吴埃罗 智乃把耳朵贴在树上听了听 说应该是有六个人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千利眼和睡风耳吧 牙听到后非常兴奋 一定要过去看看 还表示要再抢几个卷轴 也不听别人的劝阻 起身就走了 无奈初田他们只好跟了上去 来到这里后 他们躲在了草丛后面 吃完却好像受到了惊吓 瑟瑟发抖躲进了牙的衣服里 牙解释说 吃完能够嗅出敌人的查克拉 并非变出他们的强弱 吃完被吓成这个样子 那边正在交手的几个人 肯定不简单 无奈罗身边的看九郎说 是不是要先弄清楚 他们拿的是什么卷轴在动手 要是一样的话 也就没必要再抢了 无奈罗说 那又有什么关系 撒家要把看到的人全部杀光 对面三个愚人一听 妈的这个小子个头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 那就受死吧 臭弟弟 然后打开了背后的伞向空中一扔 双手结印施展出人法 如雨入千本 空中的雨伞快速旋转起来 并且发出无数飞针 从四面八方刺向我爱罗 一阵烟土过后 只见我爱罗被一层沙土包围 竟然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渔人大吃一惊 继续发动攻击 又被打了下来 一边挂机的看九郎开始了解说 说这是嘎拉独有的绝对防御 操纵葫芦里的沙子 用强大的查克拉形成壁垒 保护在我爱罗的四周 这个防御 不是我爱罗自主意识控制的 而是全自动开启的 所以对于嘎拉来说 一切攻击都是没有用的 鱼人表示啥破玩意儿 冲过去就要硬钢一波 我爱罗抬起双手结印 然后伸出右手 用出一招杀速书 只见大量的沙子 扑向了冲过来的鱼人 把它直接包成了一个粽子 飞在空中的雨伞 也飞飞掉了下来 我爱罗打起了一把伞 然后抬起右手 被包成粽子的鱼人 也缓缓飞了起来 接着我爱罗拳头一握 一招杀铺送葬 空中的鱼人就变成了血雨 落了下来 另外两个鱼人 见到这场面 吓得浑身发抖 赶紧交出了自己的卷轴 求放过 然而我爱罗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又是双手一抬 拳头一转 就让他俩和队友一起上路了 旁边草丛里看戏的牙他们 看到这场面都要吓尿了 这他们哪敢惹 脚底抹油 就打算要溜 看九郎拿起鱼人的卷轴一看 正是他们需要的天之书 就叫我爱罗动身前往中心塔 我爱罗却一扭头看向草丛 表示还没有杀爽 正准备跑路的牙他们 听到后心里一惊 干了 这是被发现了呀 看九郎和守局好一顿劝 才让我爱罗打消了继续杀人的念头 拿起自己的葫芦塞后就走了 逃过一劫后 牙他们三个瞬间瘫倒在地上 随后他们来到了中心塔 在这里又见到了我爱罗他们 看着走过去的我爱罗 他们三个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个 就这样四天时间过去了 名人他们还没有凑齐两个卷轴 正在小鹰发愁时 名人想出了个骚点子 他包里背着好几个卷轴 他想随便拿一个做成天之书的样子 因为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 就打算打开地之书看看 正在他缓缓的要打开卷轴偷看时 钥匙都突然出现制止了他 打水回来的左柱看到这一幕 还以为是来抢卷轴的 赶紧冲了过去 有过机场考试经验的都向他们解释到 无视规则的人都会被强迫放弃比赛 说卷轴里面写着某种催眠术 一旦打开就会睡死过去 直到考试结束 还说自己并不会抢他们的卷轴 因为他已经凑齐了 他因为一些事和同伴走散了 所以才会遇到名人他们 随后他们四个人就临时组队一起前进了 路上都告诉他们 比赛接近尾声 所有的队伍都在靠近朱星塔 所以前面的路会越来越危险 而阻住他们找到卷轴的几率也会越来越大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中心塔终于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范围 这时他们突然听到背后有动静 名人二话不说 一发苦无就扔了过去 走近一看是一只大乌公 就继续往中心塔移动 中途名人不小心触发了一个陷阱 被都用提身术救了下来 就这样又不知道走了多久 他们几个都累得不行了 然而奇怪的是 中心塔看着就在眼前 却感觉一点都没有靠近 这时都看到了 之前被名人杀死的那只乌公 原来他们早就中了别人的幻术 一直在原地打转 敌人是想消奖他们的体力 然后在他们疲惫的时候 趁机袭击他们 就在这时 树上钻出了大量的飞身 将他们团团围住 名人表示 在我面前也敢玩飞身 对着一个飞身上去就是一拳 只见被打的飞身身体破开 从他身体里又钻出一个身子 佐助尝试用血流眼看穿他这个忍术 突然中印传来刺痛 让他无法动弹 这时一个飞身向他扔了一发苦无 危机时刻都及时救下了他 随后都从敌人扔出的苦无判断出 这些飞身不是幻影 都是实体 佐助说 这些飞身其实是敌人的幻术 敌人的本体躲在暗处的某个地方 配合着幻术中忍者的攻击动作进行攻击 让他们以为是幻术中的人者在攻击他们 由于不知道敌人在哪 他们现在只能躲避这些飞身的攻击 这时名人表示 比飞身我还没输过 然后就展开了多重影飞身 蜂拥而上攻击敌人的飞身 然而敌人的幻术飞身 打倒后就又重新站了起来 随后佐助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一起上了 这一打就打到了天亮 名人他们终于体力不支倒在了地上 暗处的敌人看到后 表示要开始收割人头了 随即解除幻术 出现在了名人他们面前 佐助抬头一看 原来是之前袭击他们的那个愚人的小队 这愚人表示终于可以报仇了 然而却见名人和和一笑 突然佐助他们出现在三个愚人的身后 再看前面这几个 竟然是名人的分身变的 佐助让名人休息 剩下的就交给他们了 名人却一拳上去就干倒了三个愚人 说到我才不会让你出风头呢 看着名人佐助心里很是震惊 这还是以前那个吊车尾吗 他是什么时候成长到这种程度的 被打倒的愚人三人站起来 表示想打败他们并没有那么容易 然后施展出影分身 名人冲上去就一通乱打 见名人乱来都冲上去想制止他 却被划伤小腿倒在了地上 这时佐助告诉他们 这里面根本就没有本体 突然一个分身跳起刺向名人 同时从土里钻出了三个愚人的本体 又一次的划伤了兜 倒在地上的兜彻底被激怒 冲着三个愚人瞪大了双眼 眼睛也慢慢变红 三个愚人被兜的眼神吓了一跳 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名人趁机一脚踢过去 把他们三个踢倒在地 口水支流 随后他们的分身也跟着消失了 都从地上坐起来后 又变得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 说感谢名人救了他 名人从愚人的包里掏出卷轴一看 正是他们需要的天之术 刚才兜的举动都被佐助看在了眼里 此时他看着眼前这个兜 觉得他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拿到卷轴后 他们顺利的到达了中心塔 兜也和他的两个队友会合了 道别后 他们就从不同的大门进入了塔里 要说这个兜的身份果然不一般 进入塔里后 见到了正在等着他的大蛇丸 兜交给了大蛇丸一张卡片 上面记录着佐助 在第二张考试中的所有数据 大蛇丸拿到卡片后 说了一句辛苦了 然后就消失了 这个兜的身份这时也浮出了水面 原来他也是大蛇丸的手下 他是故意接近的名人他们 目的是为了 给大蛇丸获取佐助能力的数据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